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一昼夜出家的故事 在中印度的皮蛇离城中 有个王子 名字叫永君 他向来是浪漫的类型 每一天的生活都过着放纵生活 从来不忧愁什么的 每天只知道玩乐地过着日子 所以整个城里的人 没有人不知道 他的为人是怎样的 有一天 佛陀忽然叫阿难到面前说道 阿难 你知道永君王子的为人吗 佛陀 我知道永君王子 是个贪求五欲的人 阿难 纵欲的人 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 佛陀 像永君王子这样的人 死后一定堕落地狱 受尽油汤 车轮的痛苦 是的 我怜悲人 我怜悲 永君王子 他由于生活过于浪漫 寿命只剩下七天了 假若不改过忏悔的话 七天后命中 必堕于地狱 阿难 你现在到他家里 劝他出家吧 阿难 阿难奉佛陀的命令 到永君王子的家来 永君见阿难的光临 很高兴地迎出来 并说道 欢迎尊者阿难的光临 好久不见了 请尊者将佛陀微妙的教法 指教指教 等大家坐下来 喝过茶以后 阿难 才以严肃的态度 沉重的声音 向永君说道 今天 我奉佛陀的辞命 特地来找你 讲到这里 阿难炯炯的目光 射向永君的脸上 可是 永君还是和往常一样 一点忧愁都没有 阿难又继续说道 佛陀知道 王子的大难临头 你的寿命 只剩下七天 所以 当此未断气的时候 要你断除欲念 出家修道 将来 才能够脱离痛苦 王子听了这些话 面色马上 变成惨白 心里 又害又惧 一时觉得 措手无极 过了一会儿 他慢慢地 镇定下来 但他还是由于 俗习深重 一时 无法改掉 虽然 仅有七天的生命 可仍不甘心 把一切 立即放下 他向阿难求道 尊者 我畏惧地狱地狱地狱 我畏惧地狱的受苦 决心跟佛陀出家 ent 如果请求方便 允许我在最后的六天中 再快乐一下 阿难了解他的天性太下列 唯有允许他的请求 到了第六天 勇军王子和宫中的一切人 决别以后 以最后一整天的时间 跟随佛陀出家 佛陀的大慈大悲 云语方便 在一昼夜中 为他开示受戒 真的 就在第七天后 勇军王子得疾病去世了 这时阿难问佛陀道 勇军王子现在到哪里去了 勇军虽然仅有一昼夜的 修持境界 但是现在他生于四王天 做皮沙门天王的儿子 他的天寿有五百岁 然后又投生刀利天 寿命有千岁 在辗转生在夜摩天 天寿是二千岁 这还不算 都率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这些地方 他又到处受生 寿命都在万岁以上 等到天福享尽 最后就是下生人间 出家学到 成为罗汉 单单的 只有一昼夜的修行出家 所有的功德 竟然让人 那么的不可思议 勇军的牲畜 被佛陀说了以后 大多人都愿意出家了 跟着佛陀 精修 敬行